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续续道来,我是老徐 今天是6月7号星期一 忙碌的一周开始,今天非常的忙 所以今天我们就录一个视频 把有关的几个新闻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吧 在这里还是祝各位 如果还在参加高考的朋友 祝各位金榜提名 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第一天里面考的是语文 这个上海的语文卷的题目已经出来了 它的一个题目是时间的沉淀于事物内在价值 它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你觉得这个有关系吗 它是时间的沉淀最终能够体现在这个事物的价值里面吗 还是没有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 包括北京包括其他地方 我看了一下这个题目 都有类似的这种异曲同工的感觉 包括身逢其时 这个努力奋斗 差不多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也是国家有意识的 是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意识到当下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年代是不容易创造出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好好的就是为祖国奉献 你说这个题目最适合写什么呢 就是最最适合贴得上去的 那肯定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百周年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吗 对吧 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代一代人的这个奋斗啊 这个才有了今天的你的这个幸福生活啊 是不容易的 90后的人可能感觉不到 7080后的人对这个 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还是当时来说吧 因为经历过这样一个从没有到有 从有到慢慢变好这样一个过程 90后呢 因为说制造他们的大大多就是70后啊 或者是60后的父母 所以说呢 基本上来说 他们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太多的温饱方面的这种烦恼 所以说90后啊 他整个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变化也好 包括他认识世界也好 那一直到现在这个参加高考的这种00后啊 那完全又是另外一代人 应该说胆子也是越来越大啊 像上海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是除了比如说你往这个 你说这个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对吧 你往这方向啊 包括你也可以从这个强军建国的这个角度去写 以前这个我们当时啊 这个刚刚从这个党的这个错误的路线里面 这个过来吧 然后这个八九年以后的话呢 整个的国内的这个政局又动荡 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三代的领导人江泽民啊 开始这个领导中国 一直到这个慢慢的啊 我们这个江主席也提出过一个口号叫闷声发大财啊 小平同志也说过 是这个韬光养晦 一样的意思表达啊 但是直到九九年的这个前南的那个炸管的事件啊 彻底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啊 这个必须还是要靠自己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每年的这个军费的投资啊投入 加大开始研发自己的这个军备的各种武器啊 直到现在大家看到现在的整个中国的这个海军的规模啊 世界前三的水平啊 就最近两年来说中国整个的这个 所有新陆列的这个舰艇的这个排水量啊 这个吨位完全是超过美国啊 虽然说目前美国他整个的在他的这个海军的配备上面 那是比中国还是要强出几倍有余啊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至少说在保家卫国啊 在完成我们自己的这个统一战争方面啊 我们已经是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啊 那么先跟大家这个聊几句关于高考啊 但这个视频呢 主要的呢 其实想说一说这个这两天出来的一个蒋方舟的一个新闻啊 蒋方舟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是呃 有网友称啊 是发现蒋方舟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的话呢 是应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 去日本呃 展开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这个交流活动啊 期间的话呢 也把他在日本这个生活的这个 所行所想记录下来啊 并且最后呢 写成一本书叫做东京一年 这本书呢 最后还发表了啊 但是问题在哪里的问题在于说 整个的这个蒋方舟在日本时期 所呃 所开销的任何的这个钱吧 全是日方出的 每个月呢 要呃 有两万人民币的这个补贴啊 这个钱应该说是完全够用了吧 应该说活的还是很滋润的 然后呢 就有这个网友啊 说这个 你你整个的这个做法呢 是在给日本做一个外宣啊 这个 你要收了人家的钱 最后写出呢 让人家满意的那个文章啊 这个行为啊 感觉是有点 呃 你不能说卖国吧 至少说你你有点 不太好啊 是是是这样的 大家的争议啊 包括我看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主编啊 老胡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网友啊 说什么的都有 那么 我我来这个解读一下这条新闻吧 首先呢 我想说这个日本呢 他在中国周边20个邻居里面 日本是最特殊的一个存在啊 因为他是我们周边 所有国家里面 唯一一个发达国家 他也是唯一一个西方的国家 这个国家其实值得 值得好好的聊聊 比如说你说这个中国每年 去日本旅游的这个游客啊 占到他整个游客的起码是三分之一 最高的时候要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而在所有的去日本的 日本的这些中国游客里面呢 上海过去的游客呢 又占到了将近差不多有百分之 三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吧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是地理 地理的位置非常近 两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你说这个饮食啊 你说这个气候啊 其实作为上海来说这个都很适应啊 你说你说四川的姑娘 他去日本玩一个 玩一个礼拜的话 那他就痛苦了 日本哪有哪有那么辣的东西啊 他所谓的辣也是很温柔的那种甜甜的辣啊 这个是上海人可以接受的 那你说重庆啊 这个四川啊 湖南啊 他们去日本可能吃不到那么那么正宗的东西啊 还有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对这个日本的文化 其实这个接受的非常多 咱们就撇开蒋方舟先不说啊 至少说这个从我这一代开始吧 我我们从小其实看了这个日本的大量的这种 你说你说这个动漫也好 你说他的这个连续剧也好 包括像像这个 呃男孩以前都喜欢玩的这个电玩 对吧 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包括后来这个看到的他的一些这种 呃影视吧 对吧对他的这个影视行业也特别喜欢啊 就类似这些东西吧 其实你说整个的其实对日本应该说印象都很好 包括他的家用电器啊 九十年代的时候啊 几乎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那么几件日本的家电啊 不可能没有 但你说现在啊慢慢的少下来了 因为怎么讲 就日本被自从签了那个巴黎的那个广场协议以后啊 他的经济真是一步一步是往下坡路走啊 这个 中国呢是历经图治 这个学习人家呢慢慢的至少说最近几年的话呢 也是在转型啊把这个家电里面啊 从低端到中端到高端啊 我们其实都占了一块蛋糕 慢慢的是赶上来了 现在你说日本在家电行业来说啊 完全是一个被韩国和中国吊着打的一个角色啊 他至少说从这个家电来说已经不行了 数码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呢也没有太多的建树吧 游戏机行业还是还是不错啊 电玩行业还是不错啊 你像ACG啊 你像那个你像这个次元的文化啊 这个全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啊 但你说这个你你你你 你说完全是数码类的这这一类的产品 好像现在用日本的也开始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因为全世界现在手机销量排第一名的是三星啊 然后第二名是苹果 后面三名的是中国的三大品牌啊 就是小米OPPO Vivo 然后再往后的话呢是华为 华为已经很可怜的跌到只有4%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了 剩下的是其他就所有那些更小的市场份额的一些牌子加起来 日本应该说它是一个还是挺吸引人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虽然说政治上跟中国有了有了这么这么就是令人这个咬牙切齿的这个过去啊 但少说从他国家本身来说吧 很多其实值得值得去看一看啊 包括你说这个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的 像那个晋国神社呀对吧 你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你去日本的话 很多我就知道有一个中国老兄啊 去日本晋国神社啊 他那个出来的时候还在这个门口啊 小便 结果被抓进去了 但你别看啊 就这个老兄他被抓进去的时候啊 日本的警察啊 对他翘大拇指 你是好样的啊 你别看那个我们国家之间不对付 但是我从个人来说我佩服你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日本人 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就也也也也挺有意思啊 也挺有意思 这么小一个地方 这个社会的这个上下级的等级制度那么的这个严厉啊 那最后这个 在这种地方啊 这个只能力经图治拼命的遵守 拼命的环保 所以人都活得很压抑啊 所以千万不要跟日本人喝酒啊 日本人喝完酒以后完全是野兽 另外一种状态啊 他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喝完酒以后比平时夸张一点 对吧 日本人要夸张十倍 差不多是这这种反差的效果 因为平时 端端的太太多了啊 咱们还说回蒋方舟啊 蒋方舟呢 那应该说从他这个出道以来的话呢 争议不断啊 其实我觉得关于最多的在他身上的争议的话呢 呃 应该说主要还是几点吧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 他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 有点像一个女版的郭敬明吧 当然比郭敬明来说更正面一点啊 郭敬明呢就是完全 从外貌也好 包括从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抄袭也好 完全是被人是一直是被人拿来也语啊 蒋方舟呢 因为他怎么说呢 知识分子啊 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 他妈妈自己自己也是职业的作家 一直有人说他的这个文章啊 他的这个以前的那些书啊 是他妈妈代彼的啊 具体咱们不去纠结这个方面啊 我只是说说一下 为什么大家会对他有那么大大 争议 第一个呢 我觉得是从以前到现在吧 虽然说我 我并不怎么关注蒋方舟啊 但多多少少 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故事啊 还是略知一二啊 他其实拿不出这个令人幸福的作品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就跟现在那些流量明星那些鲜肉是一样的 光有流量没有作品 你整个就是不行 甚至有些电视剧里面你看 没有一个年纪是在三十岁以上的 就主要那几个角色 没有一张脸是有皱纹的 这个这个整个就是太可怕了 你想一想这帮人为什么会出现在 你晚上吃完晚饭以后 这黄金党的这个时间里面 这个背后难道没有一些金钱利益上的交易吗 大家想一想就不用不用阴谋论啊去说啊什么 大家就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 这个撇开不谈咱们说回蒋方舟 蒋方舟的没有作品的支撑呢 那么再加上一直被媒体炒作啊 惯以什么美女作家呀这个那个呀 难免让人反感 但是呢我是觉得啊 他的出现呢也是体现了这个 一般来说作家的一种本能的一种需求吧 大家去看 一般一堆老男人中间啊 你说这个大家聚会也好 你说做作家圈子里面平时一些交流也好 总要有那么至少是一个 拿来就作为这个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点缀一下的这么一个 所谓打着这个标签美女作家的总有这么一个 包括以前啊再早一些了 以前那个用他自己话说很前卫的身体写作的卫会啊 这个其实当时他他的这个横空出世啊 也是让人惊为也不能说这个他写的多好吧 但是至少说他当时整个的出来啊 就让人让人一惊啊 男读者和女读者对他的这个写的写的那个东西啊 完全是两种观点 男读者觉得他很大胆前卫 女读者呢觉得就是流氓现在也能写书了 就对卫会的那个东西是截然不同的观点 那么在蒋方舟身上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蒋方舟呢其实我我对他的一个感觉呢就是 我觉得他他跟蔡康勇是一类人 啊就是他们其实都属于那种身上啊有很浓厚的这种自诩为文艺青年的那种感觉啊 但是蔡康勇是你你他现在这个年纪你你再说他文艺有点骂人了啊 但蒋方舟还担得起啊他至少说还40岁还没到吧 说他是个青年还还不过分啊 总是呢会时不时呢掉很多的这个书袋啊 然后呢有时候掉的高明有时候呢就掉了明显 然后呢总是会这个跟你聊着聊着呢就聊起很多的这种看过的音乐剧啊 看过的展啊看过的油画啊 是不是也跟你撇一两个这种历史的小段子啊 像这种谈吐这种思维方式的人 其实在这个他的作品里面也是一样的 包括他的这个东京一年啊我还真上网去搜了一下 我跟大家稍微念那么一两句 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啊看看他写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整个的是一个46篇日记组成的这么一本书 记录的是蒋方舟一年每个月拿着两万块人民币的日方给他的这个生活费补贴 到处游玩记录下他在整个的这个日本呢所行所想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2015年12月22日 今天在歌舞伎厅看了歌舞伎的表演 《妹背山妇女庭讯》 他讲的是一定会被当今女权主义者唾弃的一个故事 《飞鸟时代》 麦酒家的女儿三伦爱上了隔壁的美男子乌帽子球女 她的真实身份是著名家族藤原家的儿子 一日一个穿着橘色滑服的美貌少女 来找某某某某某某某 三个人僵持不下 少女逃走美男子紧追其后 三轮呢也跟在他们后面 啊等等吧我就不往下念了 她的整个的这个这本书里面啊 这个全是这样的我是跳着扫了那么好几篇啊 大体的一个感觉呢 我是觉得呢 这个里面呢你要说没有体现出她对生活的思考呢 这是瞎说一定有啊 毕竟那一年什么工作都不要做嘛对吧 天天就是吃玩看逛聊天不知道干什么对吧 但你要说这个是一这个是文学作品的话 那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就像是蔡康永一样 蔡康永的粉丝里面有男性吗 蒋方舟的粉丝里面有男性吗 为什么没有 因为她那个东西啊太过于用现在流行话说叫少女心 少女情节太浓厚 把自己放在一个少女的位置 人家觉得你这小姑娘很有思想啊 你写的那些东西哎 挺挺通透的 体现出你对这个世界不同的思考 但是以你 以一个老爷们的一个 或者说撇开性别不谈 撇开年龄不谈 你再去看着这些东西的话呢 她对文字的这种驾驭能力啊 起码没有她自以为的来的那么的强和妙 咱们别的不说吧 不用去跟跟那些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些 大的一些大家喜欢的一些作家去比啊 就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就跟魏惠比 魏惠那个东西说句实在的 一千不止 当然我我我我没资格说人家 我只是完全的客观的 从现在的结果去倒推她 因为后来证明她就是昙花一现啊 但是至少说在看的当时当刻 我是觉得魏惠的文笔超过你 蒋方舟的这个东西啊太过少女心了 就像是什么就像是 怎么讲呢 就像是梁静茹的风格的那种歌 但是呢不是梁静茹在唱 而是火箭少女其中的某一个人 在唱着梁静茹的歌就这种感觉 她也许比这个普通人唱的好啊 但是那个东西你觉得会有男人要听吗 而且本身来说你你那个水平啊 也没有到梁静茹那个水平 就算是梁静茹本人来唱她的那些歌 有有几个男的要听呢 太过于小女生了就这种感觉 而且呢完全不是文学语言的那种体系 就是日常的大白话 就是日常的记录 网上的微博 就是发的那种东西就差不多是这种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时不时的就会掉一个书袋出来 这个好像让我想起了以前的叉叉叉的叉叉叉叉叉 就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啊 至于你说她整个的这个一本书 是不是拿了这个日方组织的钱 包括这个去写了一些让让日本人满意的话呢 我倒并不这么看啊 因为说句实在的啊 这个撇开蒋方舟不谈 你说如果让你选一个地方能够去玩 玩比如三五天时间 日本对吧泰国可能再来一个冷门一点的 对吧柬埔寨或者尼泊尔 很多人可能会去日本的 甚至是大部分的人 因为那个地方适合休闲放松 你想去看历史也有 你想去玩吃买都有 而且那个地方呢又干净啊 当然这个住住的住的这个酒店一定是很小啊 民宿也一样的啊 但日本确实来说啊就是甚至我有很多这个朋友啊 他在上海每年甚至是两三次的去一次都不够 当然去年是没有嘛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包括今年也是一样啊 但是就是日本这种就给人一种怎么讲的不好听吧 就乡下的感觉 你过去以后就是有一种 反普归乡的一种放松啊 就回归田园 就差不多这种感觉 是轻松愉快的 就这种心情 所以不用把它 他就蒋方舟之前的这个事情啊扯到政治上来 说这个蒋方舟其实是拿了这个日本人的什么组织的钱 但是这个这个新闻爆出来的背后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一个理解啊 他的这个新闻的开头啊 他说这个近期有网友发现日本外务神官网上 哪有这个网友啊 你觉得会有这个网友吗 大家知道我们最近这个 在这个大力的这个反腐畅联 扫黑除恶 不但有这个纪委还有监委啊 整个的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大 所有的这个贪污的一些行为啊 是每天几乎每周 几乎每天吧 听到这个有这个官员报了什么以前的这个做过的一些事情 但你想想能够做到一般来说 比如说布局以上吧 那肯定有事啊 不可能是没有的 怎么可能会一点事情都没有呢 对吧 甚至都不用做到这个级别 只是说有些看看你背后的这个派系啊 或者说是不是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翻出来 但你你放到这个文艺界来说包括你说其他的领域其实也是一样的 现在有一个风气是什么呢 感觉好像都要这个倒查20年 彻底的查 这次这个力度非常的大啊 所以从蒋方舟的身上的话呢 我就看到说啊 现在的这个文艺圈啊 或者或者是像他所在的这个文学圈吧 包括他在内啊 我还看到有有其他的这个几个作家也是一样的 都被大家呀是说这个拿了这个日方组织的钱 像这个河滨熊培云马国川段宏庆 还有人找出以前以前的一些证据啊 说拿了钱以后啊 这个来夸这个日本的警察体系啊 对吧 最后啊是获得了多少点赞度啊 等等吧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是越来越多的被放出来 这个里面的话呢 一定程度上呢 我是觉得有有一定的内宣的作用 就是告诉现在的老百姓 你要开始破除啊 对西方的那些美好的肥皂泡一样的 那些友好的感觉的那种幻想 时刻要提防 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 这是我的理解啊 这个传达出的这个讯息是这个讯息 大家时刻要留心 不要被对方的这种情报间谍组织所利用 结果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他传递出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 这个宣传部啊 主要的这个内容对象是对内的啊 中国的这个宣传中心一直是对内 不是对外 这也造成一个现象就是目前啊 中国在国际上的舆论环境啊 基本上是孤军奋战 没什么朋友 基本上别人说什么 我们只能被动的应战 主动去出击的话呢 目前好像很少 前一段时间 这个张维为教授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学者教授 经济南等等吧 都这个去和我们我们的这个 西大大开了一个会啊 不知道这个会啊 开完以后啊 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但至少说从目前来看啊 中国的这个宣传的重心啊 还是一直是对内啊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内部的稳定 超过这个重要性超过一切啊 是很重要 但是外部的舆论环境啊 他直接决定你你会花多少力气 在你要做的这个事情的努力方向上 这个要解决外部的舆论环境的问题 就是要主动的出击 让你的这个盟友也好 朋友也好 跟你一起发声啊 但是回到蒋方舟这个 这个新闻 你问我他是不是这个 有意识的这个日方 给他出了钱 然后呢 就是他 即便自己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有意或无意也好 但最后他呈现出来的东西 跟日方所需要的东西 是那么的贴近 那么的相似 以至于使人造成这个嫌疑 对吧 但我觉得他不是啊 蒋方舟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 说的不好听一点 我对他的概括呢 就是自以为很叛逆 离经叛道 对生活有思考 然后呢 又不走寻常路的一个文学青年 但是其实啊 他还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很多人其实对蒋方舟不符在哪儿 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没作品 第二 很多人觉得 其实他 你说他是美女作家吗 谈不上美女普通的女孩 对吧 你说他是很有才学吗 也就这样 咱们说的不好听一点 也就这样 他的作品拿过来 你看看几眼 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差不多 如果有人 甚至有人觉得 如果他生在蒋方舟那个家庭啊 他干的不会比他差的 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他不服也很正常 但是你问我他是不是这个 跟这个日方的一些组织扯上关系啊 是为了日方去做一些外宣的工作啊 那我觉得你真是想多了 现在国际上发生的这个新闻那么多啊 还是关注一些稍微靠谱一点的新闻啊 不用去 不用去往往这个方向故意要去引导啊 但是呢我是觉得这种新闻他爆出来啊 不是空穴来风啊 不是那么没有目的性的啊 他起到的效果可不是说要为了往蒋方舟的身上扣什么帽子啊 泼什么脏水 而是用蒋方舟来敬其他的猴子 告诉你们 现在啊就是大家要小心啊 在跟所有的西方国家 尤其是以前你那么欣赏的西方国家 在交往的时候你要保持一个距离啊 好吧 那么今天这条新闻的话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还是欢迎订阅收看我的频道啊 并在下方给我回复留言 好 谢谢您的收看